本期改造蓝杜拉玛 开局一套北京朝阳地下室 面积只有屁大的27平 委托人是急着抱孙子的张艺 然后是他32岁的老儿子 想结婚但没有正经婚房 我的亲娘啊 三个buff直接叠满 前来拯救一家三口的是设计师吴兴华 到地方发现这家真住地下室 只有半个窗户漏在外边 张家的房子总共27平 能住人的卧室就一间 三口人拳击里头 还贴心留了个角落给未来而行 别看卧室一言难尽 厕所更是不忍直视 小就不用说了 卫生条件比公厕还差 长绿毛的墙壁看得阿怪脚趾抠底 地上还有道门槛 稍不注意就要给马桶送人头 而且厕所里头没有洗手时 三口人洗头洗漱洗碗洗菜 全在厨房里解决 但里头的下水管不仅不下水还反臭纹 洗了等于白洗 张家人一到下雨天就得睁眼睡觉 因为雨水会哗哗到灌进屋子里 全家只有一扇窗 基本告别通风和采光 在里头不锈钢碗筷都扛不住 到底有多潮 看张一的大腿就明白 用棍子猛打都感受不到疼 这些病痛都不算什么 让张一愁白头的还是老儿子的婚事 他总觉得是自家条件拖累了他 老两口勒紧裤腰带 都得把房子改好了 能不能抱上大胖孙子 全看吴老师的了 开工前先来听委托人许愿 张一表示咱家不大 但得有两间卧室 他都想好了 把唯一的卧室让给儿子而洗 自己就和老伴睡厨房里 方案想的是挺好 下次不许想了 专业的事还是得交给专业的 改造从搬家开始 张一收拾出了92年的香皂 都是单位当初发的 不舍得用流到现在全都发霉了 轮到拆家小分队出厂 一拆拆出今天黑洞 阳台下边竟然是空的 目测有个三米深 上头的破木板外苏里嫩 人掉进去只是时间问题 工头赶紧把设计师摇来现场 他正愁没空间可利用 波天的面积这不就来了 后来发现开心早了 人家物业根本不同意 那只得把阳台的动用水泥封住 再往上面铺竹胶板 最后用42号混凝土进行找平 工地忙得热火朝天 张一的老儿子也没闲着 他忙着上节目相亲 凭借着清澈的眼神 成功牵手一位女嘉宾 不过后来听说他家住地下室 就拉黑删除了 把视线移回施工现场 改造来到了软装部分 大红的墙面搭配绿色家具 是阿怪看不懂的艺术 吴老师却表示很有信心 就等着委托人一家来评分 这不就来了吗 光是走在回家的路上 张一都激动到尿机 地下室住了30年 真给阿姨住出心理阴影了 推开路户门 里头亮堂到黄眼 二老住了半辈子 头一次看清家里长啥样 原本昏暗的卧室改成了客厅 走得复古典雅风 家里随处可见红色和绿色 设计师享用鲜艳的色彩 让张一一家三口把格局打开 原本的阳台改成了二老的卧室 总比他之前想的睡厨房里强 刚打开卫生间的门 张叔就开心地打了一套组合拳 蓝色墙面搭配红地砖和红马桶 主打一个刺激感官 不容易便秘 镜面的运用 很好地延伸了空间 之前的杂物间改成了厨房 空间虽小但脏腑俱全 张一不得做出满汉全席 要知道他退休前可是博企食堂的厨师 除此之外 家里还有许多隐藏的储物空间 多少古董都装得下 有人要问儿子睡哪里 有请吴老师来变魔术 茶室里的茶几可升降 放下后就是好大一张双人床 住下儿子儿媳措措有余 周围带一门 不用担心隐私问题 沙发也是多功能的 两边的柜子抽出来就是茶几 餐桌是隐藏的 放下来后坐六口人不成问题 房子改好了 张一就坐等到孙子吧 改造一共花了多少钱 大伙一块来五讲尽餐 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